以及我們餐飲衛生人認證 其實台南作為一個美食之都 一定除了吃的好吃之外 更要吃出健康 也要吃出低碳 還要吃出衛生 也就是說 東西好吃 其實台南有非常多的巷弄美食 很多東西都是讓來吃過的觀光客贊不絕口 但如果能夠把這些美食 是建立在一個健康安全的食安的基礎上 沒有食安就沒有一切 沒有健康很多也都是假的 所以衛生局以及許多的委員 大家一起努力能夠讓許多的餐廳 在低油低碳低糖的潛質下 能夠烹飪出美食這台真功夫 所以尤其在許多的食品履歷 或者是說這個烹飪的健康 我們都要維持住 要不然就不是這種用心搞鬼 就是台南好食就不會用心搞鬼 因為吃一次下次怎樣都不來 所以呢 我們這個為顧客 以及為市民朋友們的健康把關 為市民安全把關 而且能夠希望能夠促進低碳餐廳 這是我們的指示跟目標 也感謝南海科大 感謝各位平和委員 感謝我們溫生局 各位同仁大的一起努力 能夠讓這個目標 能夠越來越接近 那這次有300多家的這個 這個健康 符合健康規則的餐廳業者 還有58家的這個 我們低碳符合低碳餐廳的各位業者 都得到付出了相當多的心力 然後得到 平和委員們的青睞跟支持 這一點特別跟各位餐廳 表示最高的獻意 謝謝各位為消費者來把關 祝福今天的典禮圓滿成功 各位好朋友 大家身體健康 吃足以為 謝謝各位